继续来关心禽流感的相关消息 洞宝出今天在台北大动作的展开机制采样 强调台北有90家的机场接受检测 目前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疫情 而农委会上午也召开记者会 说明当专家会议认定是高病原疫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有通报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并没有刻意隐瞒 既然投赏花经报高病原禽流感疫情之后 上午台北也展开了机场采样 避免疫情更加扩大 疫情在中南部为主 可是我想我们台北市仍然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大概事实上每天都会在台北市 大概有90多个地方做监测 做采样的动作 那我们监测的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都没有任何发 没有任何侦测到有这个情投感的 一个所谓的疫情的发生 而农委会副主委以及房检局副局长 同一时间也召开了记者会 这是高度专业 那数月有专攻 所以疫情的部分 那个一定是尊重专业 当然主委副主委会知道 因为他第二次的专家会议结束了之后 通报的同时 那个一定要 要行政程序报上来的 强调专家在3月1号达成共事 认定为高病员 农委会也当即立断 直接扑杀机支 并没有刻意隐瞒疫情